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因为操作问题 被赤赤狂怼常年坑队友 前方高能 注意别叫喷 手雷 上不是这儿 上冲 林更新 这是手雷吗 上啊 面对这样坑队友的九亿少女梦 网友们都调侃 林更新是靠颜值或者相声输出的 看上去很能打 实际上反差特别大 而且虽然他技术差 但是他倪称曲的自恋啊 除了九亿少女的梦 他还被网友扒出了一个账号 叫长得帅好凡 所长也是毫不怀疑这是他的真实感受啦 不过调侃归调侃我们还是可以好好期待一下 他苦练脱坑后会不会有让人惊奇的表现吧 虽然这一季的《我们相爱吧》已经落幕 但是吴欣和潘伟博这对无味熊CP 还在不停地给CP党发糖 吴欣在最新一期的饭局的诱惑中 被蔡康永和马东这两个老油条 调戏得毫无还手之力 一提到潘帅 就害羞得不要不要的 在康永哥的逼问下 吴欣还承认当初与潘帅泡脚时 两人一直四目相对 哎呀 看得所长都突然娇羞起来是怎么回事 请麻烦你看一圈 然后告诉我谁长得最像潘伟博好吗 我喜欢泡脚 然后就想说带他体验一下泡脚的好处 他是 他是那个潘老师 潘长江老师 各个身边一跳完 这是每一个交往中的人都要一起泡脚吗 不 没有没有 只有潘伟博 不是 这个是节目的环节 找在盆里的时候 眼睛是望着对方吗 对 因为是两个盆 就像这样 这样并排坐着 嗯 我是问你 眼睛是望着对方吗 呃 有 有 因为节目就两个人才参加节目 吴欣在饭局上被逼问 一旁的杜海涛也未能幸免 海涛自爆 吴欣对于他是独立于友情 爱情 亲情之外的存在 像宇宙一样 如果他遇到难过的坎儿 吴欣主动打电话给他 他会哭 热衷搞事情的康永哥就问了一道送命题 如果女朋友这时候打电话给你 你也会哭吗 吓得海涛予无伦次 节目最后 海涛还跟吴欣为了男友喊话说 他一定要比我更爱他 女朋友如果在你哭的时候 打电话给你 你会感动到落泪吗 这不对啊 这听起来 这女朋友不会只有我这份量比不上吴欣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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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因为欣姐其实 因为她 她不只是欣姐嘛 她还是 什么 欣妹嘛 不是 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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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心甘的 哈哈哈 她是 她是 她是真的 她是 她是 她是不是说 比如说 亲情 友情 爱情的一种 她就是 她是 独自的存在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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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宇宙一样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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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 她一定要 比我更爱她 这样相互扶持十几年 有如家人一般的革命友情 真是让人羡慕呀 不说啦 所长要去拿纸巾擦擦眼泪啦 那年花开劣政园里的聘银cp 前期填死 后期虐死 入气太深 出不来的网友们 甚至翻出了孙丽和何润东 曾经合作过的于观音和一米阳光来重温 想要凑齐他们俩的三生三世 其实何润东早年还和孙丽一起拍过MV MV中的吴大少穿着低胸黑背心和灰色马甲 少奶奶则是大浓妆 配上一身红色的紧身连衣裙 两个人不停地在一间豪华房间里玩躲猫猫 时不时来个贴身闻香水味的画面 网友们都在调侃 这简直就是吴大少夫妇的羞耻play呀 据说这支MV还是《舞力无大少》亲自导演的 当年她第一个想到邀请少奶奶来做女主角 少奶奶也很爽快地答应了 所以才有了这第四世的交情 看来两位戏内总是不能happy ending 但是戏外还是关系超好的多年老友呀 这颗友情堂 所长也是磕得很愉快的 今天凌晨 周杰伦在自己的印刺上发了一张他和哈琳的合照 抱怨未知被哈琳抢走了 照片上的周董完全是娇羞少女的坐姿 表情却是标准受委屈的小媳妇样 看到这么娇趁的周董 网友们都大呼 这是真小工具驾到呀 连受委屈都是小工具的模样 所长忍不住啊提醒你们 别忘了你的周董 可是娱乐圈第一个主动承认自己有童话梦和少女心的小可爱哟 她的演唱会永远都少不了一抹粉色 台下也是一片粉红荧光海 还有粉红色的麦克风 钢琴 吉他 简直就是华丽丽的芭比舞台呀 其实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爸 杰伦依然是一枚粉红系的宝宝 没有错 少女坐姿什么的 说不定就是杰伦小工具的本性爆发 随着杰伦终于开了自己的社交账号 我们可以期待他更加精彩的日常哟 前两天 张一山在北京一处老居民区拍摄新戏《大叔与少年》 因为剧情需要 张一山得骑着摩托车一路狂飙 还得吼两嗓子 没想到正是由于张一山演得太投入 嗓门太大 扰了居民楼的清境 一位老大爷怒气冲冲地走出来 对着张一山和剧组一吐怒骂 而且老大爷越骂越上火 甚至动脚踹了摩托车 张一山完全没有戏里的脾帅模样 而是低眉顺眼地给老大爷地烟陪不适 好不容易才把老大爷给红走 看来演员拍戏 除了要能吃苦 还得看天时地利人和呀 张一山戏外温顺红老大爷 而他的青梅竹马杨子却在节目里大动肝火 之前网上就曝光过一段李斯丹妮和杨子 在《花样年华2》的节目录制中大吵一架 甚至差点动手的视频 杨子向李斯丹妮讨教怎么跳些舞 结果杨子觉得李斯丹妮不认真 非常恼火 李斯丹妮也觉得莫名其妙很委屈 一来二去 两人竟然在房间里吵了起来 李斯丹妮只是看折腿 也有病吗 你是有病吗 你神经病啊 所长没想到 一向活泼开朗 乖巧董事的杨子 脾气居然这么火爆 但是看到视频 最后才发现 原来杨子和其他几位小姐妹 是为了给当天生日的 李斯丹妮庆生 才故意跟她吵架 其实都是为了 给她一个惊喜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你怎么没有 所以说生活中哪有那么多 值得发飘闹脾气的事 其实很多都是误会 大家要学习张艺杉和杨子 做个以和为贵的乖宝宝哦 那又怎样 保持着微笑的模样 嘴角关心上扬 那又怎样 为什么要一模一样 写绝模仿 有一点瘦掌 有一点疯狂 勇敢的天到身上 不爱被何方 对我们的领寻 我怕你一会有什么样的 要吗 对我们的领导 也不想做 有什么样的 做作品 Ey年轻人 不安 欢迎